谢谢您啊,谢谢各位,掌声,谢谢啊。 哎,好,谢谢啊,您好,您好啊。 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各位啊。 大家伙一上台就有种打了麻药的感觉啊。 谢谢您各位啊。 今天来说,我来了不少好朋友, 王丽一看的原色鸡们坐满, 欢聚到文明社听众享受。 我们这是歌音舞队。 歌音舞队来说也是众星云几样。 好多有名气有能力的演员呢, 都来到了我们槟城,给大家带起欢乐。 刚才这二个也不错, 一个叫做张和晴, 一个叫刘和安。 一个新端的新节目, 有好多新的内容。 给大家伙也才带来了片刻的欢笑, 由于时间关系,让他们两个后台休息休息。 这场呢,把我们过两话再给您说一下。 继续给您说相声。 好多朋友对我们过来可能也是不太熟悉啊。 不认识。 也毕竟没有多大的名气。 对吧,我所谓的钟星云几人都在后边了。 后边都是明星大腕。 后边也没有太多的明星了。 后边就还一对。 那我们俩来说,其实名气没有多大。 我的名字叫做晋贺兰。 这是我的名字叫做晋贺兰。 这是我的搭访。 这是我的搭访。 东东的朱贺松。 朱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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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路都给祸祸祸了。 其实演员来说确实啊, 得有自己的风格。 每个演员跟每个演员都不太一样。 对了,比较体系。 因为你毕竟都一样的千篇一律。 对了。 看着有些许都不了。 是不是了。 对了。 朱老师就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道路。 常来都已经很熟悉了。 都是老朋友。 不常来的,慢慢你就能了解他的不同之处。 慢慢就成为老朋友了。 你不用说观众的,演员都喜欢他。 是吗? 对,天天学习他。 模仿他。 天天看他的表演状态。 那种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与众不同。 在我们后台上就是一个独流啊。 不是,独流你。 确实不一样。 跟我在一块合作也是不少的。 我们哥俩是老伙伴了。 当然说吧,还得努力。 对了。 所有演员现在都在进步。 都必须要进步啊。 天天在学习。 因为天天面对的朋友越来越多。 现在观众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对,尤其现在的观众,我特别两种。 哪两种啊? 一种叫普通观众。 哦。 还有叫职业观众。 什么意思啊? 普通观众不常来。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观众。 你是觉得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吗? 很普通的那应该呢? 就是不常来的观众。 不常来叫普通观众。 存位娱乐。 就是听相声。 每周你可能听啊,顶多听一次。 听一次。 有时你可能一个月听了一次。 甚至有一年听了三五次的。 对。 这叫普通观众。 还有什么叫职业观众。 他的职业就是观众。 哈哈哈哈。 家里多趁钱呢? 这什么叫做职业观众啊? 职业观众呢? 就是听相声当官声。 哦。 太爱相声了。 哎,每周听的次数比我们哑的都多。 那他怎么听的呢? 哈哈哈哈。 他必须要来职场。 他网上应该跟他在网上下载到FP3上也要听。 那个财神条件就不需要来职场了。 爱听相声。 其实啊,有时常来。 来的字是特别多。 对了。 每天都来。 有时要帮着抢票。 抢票也听。 啊,往上收票。 是。 每天都来。 对吧? 而且有时就助手一个剧场。 我就喜欢因为哈尔滨就一个剧场。 哈哈哈哈。 我来这儿呢,就是买错票了。 哈哈哈哈。 只能来哈尔滨,我听听。 就爱听相声。 五队到了。 对。 听六队。 六队要来了。 六队到了,听七队。 哎。 七队到了,听八队。 哎呀,没有八队。 一队就不来。 听一队,又双回来了。 听着一些不同的队伍。 嗯。 不同的演员。 是。 说着同样的节目。 哈哈哈哈。 节目有些许的雷同。 那么你毕竟那些节目多的就这么多。 哦。 那么所有演员就演这些节目。 哎。 哎。 所以说呀,演员要多创新新作品。 对了。 你说,观众听的多了。 啊。 你说也好。 哎呀,好多的包包当下,观众知道该乐了。 哎,他知道该乐了。 不是逗乐的啊。 是该乐了。 哈哈哈哈。 该乐了,朋友。 这也能逗乐呀。 该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碧端也显露出来了。 碧端怎么就显露出来了呢? 他那个词的背得太熟了。 他把词给背下来了。 不是背得听会的。 你想想,我都没听会的。 说实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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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词比演员都熟。 你想想演员得多废物。 哈哈哈哈。 你说演员在表演,在演出的时候, 有些许的难度。 哎,有难度了。 天天,哎,一个个演员急的呀。 不得不行不行的了。 天天在后台天, 创新, 研究新作品, 新节目, 新段子, 新包裹。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演员来说, 又有些新难度。 又怎么又有难度了呢? 哈哈哈哈。 没有这么广的支持面儿。 对,我们平时也不研究别的东西。 哈哈哈哈。 啥怎么会这么些东西呀? 哎,不会那么多呀。 哈哈哈哈。 这对于我们是一种压力。 对。 但是你说演员,哪个演员没压力? 哪个演员都没有压力呢? 你不是每个演员, 哪个人没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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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啊,这些话呀, 是个反论区就是, 每个人都有压力?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 朋友们。 哈哈哈哈。 都有压力。 你根本付东西一样。 哈哈哈哈。 我说完你不需要重处。 这就是说压力呀, 无处不在乎。 你工作的朋友们, 上班的朋友们, 也有压力。 上班有什么压力呀? 好啊, 他们的生活, 比咱们还要枯燥我们。 是吗? 每个人生活状态千篇一律。 都干什么? 吃饭睡觉, 上班下班, 加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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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死了。 哈哈哈哈。 短暂的走完的时候也是。 人家也适当的听听一下, 放松一下自己。 但是你开怀打笑, 把死亡忘却了。 哈哈哈哈。 把压力忘却了。 把压力给忘却了。 你怎么能忘了呢? 把死亡了。 那压力呀, 你怎么能把压力给忘了呢? 就是减压。 减压就是没全忘, 四有魂无。 哈哈哈哈。 你怎么办? 减压。 减压。 你演员有压力, 我们不能说我们听像。 我们没有地方去听像声。 对呀, 二个就我们一个记者。 对吗? 可能, 可能借借借姊姊姊艺术。 姊妹的艺术, 比如说是? 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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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两个人转当中, 引发女众的奥秘。 哈哈哈哈。 他好似一幅太极图啊。 为什么? 二人转啊。 哈哈哈哈。 二人转就是两人在那转嘛。 二人转应该是? 也跟咱们一样嘛。 哦。 但是人家就是男女搭配啊。 一男一女。 哎,男女搭配。 看着就那么的好玩。 哎, 东北特色他们。 我们也接见接见。 我们喜欢看。 哎, 去去去去去去。 咱也不一定都爱看。 对了。 也得找别的点释放。 有什么点? 有的, 那你比方看着自己的小爱好? 有什么爱好? 比如像, 我们后台我们有一个演员, 叫烧饼。 烧饼。 都认识吧? 饼哥。 哎,SB。 这个演员。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谁愣骂呢? 哈哈哈哈哈哈。 谁愣卷戒, 这就属于。 还是能骂戒吧。 烧饼, 怎么SB呢? 哈哈哈哈。 烧饼缩写吗? 烧,烧, SB, SB吗? 不用这么说。 说人家中文名字, 就不要再加两个。 就直接说那个SB, 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说就有一个。 那呀, 就有骂街的嫌疑。 大伙儿都是说烧饼吗? 哎, 就像那个, 每天吃面包片那个。 烧饼。 他想健身。 他喜欢吞着个杠铃啊, 累着个兔崽子的似的。 哈哈哈哈。 他喜欢那种感觉。 对先生, 这叫什么鲁齿。 肌肉充血带来的刺激。 对, 这也是一种放松。 对了。 可以想爱好吗? 好什么都有。 对了, 王九龙。 王九龙。 熟悉吗? Andragon吗? 这个演员呢, 想让我喝酒。 他喜欢喝一点以醇。 喜欢喝一些这个。 爱喝酒。 用那个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 麻痹他的神经啊。 慢慢的自己, 那就放松下来了。 慢慢的神经就被麻痹了。 你看, 还有。 还有谁啊? 家里边有点花花草草的。 还养点花, 养点草啊。 还养点草啊。 我想玩游戏。 他特别喜欢玩游戏。 我是上个网上玩个游戏啊。 网上充啊。 啊, 对了。 我是号车子。 对了。 猪老子不一样。 我乖这些。 我号。 纹参。 我特别喜欢纹参。 不是说大家伙那名买个海参过来。 闻一门。 不是那样的意思。 我不喜欢那种星号的味儿。 那种学名。 叫什么呀? 叫刺参。 哎, 我喜欢纹参鱼片。 我还敢吃一块。 我喜欢纹参鱼片。 那什么叫刺参啊? 我那个, 就是参啊。 我那个。 哎呀, 说说这话就是一个邪外行啊。 邪外行。 邪字你都是个外行啊。 那叫刺参的。 那叫渣活啊。 这个字眼说出来是个很社会啊。 就是喜欢这些。 我喜欢这个图案美。 但是有一点好。 朱老师倒是不瞎的。 我也不闻瞎。 是海鲜我就不喜欢了。 闻的一般就闻那些。 立志的故事。 我把立志的故事闻在了我的身上。 上次见到李廉洁先生的时候差点给我打死。 立志是李廉洁的夫人。 香港第一美女。 该笑了。 谢谢李廉洁。 那么憨愣的哈尔滨还得带来那么一丝凉爽的包子。 把人家洗到人身上干嘛呀。 不可以。 你是有病吗你。 撤完。 我所谓的立志的故事就是有追求有梦想。 我把我的梦想闻在了我的身上。 对了。 追求背负身上。 时刻警示自己。 对了。 过去有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旁边有一个故事。 叫《岳谋刺字》。 岳谋刺字。 好多方也都听说过。 不要再讲了。 好。 就是说过。 听说过去。 不要再复习了。 既然你们这么想听我给你们解释解释。 那就复习一遍。 岳谋刺字。 什么故事大伙也了解。 什么故事。 就是这个岳飞的丈母娘啊。 岳飞的丈母娘确实有些说笑了。 岳母岳飞的母亲。 在古代仙贤之上不要开无谓的玩笑。 岳飞民族的英雄。 民族的自豪啊。 岳飞的母亲。 岳飞的母亲。 叫岳飞。 是意思吗? 一直以为是上母娘的。 岳飞的母亲。 想死牛原点。 在岳飞的后背闻了四个纳子。 射向大气。 这不对吧。 京中暴国。 京中暴国。 这是梦想追求。 太对了。 对吧。 朱老师学习。 我要这个。 纹身去。 我要纹身。 小伙子大神家什么家。 来个龙来虎来个豹啊。 来个鸡片子。 都带鱼。 这个黄花鱼。 你看你写哪个。 你写华。 我不喜欢星号的。 郭贝。 郭贝。 给我闻一个。 京中暴国。 京中暴国。 现在这小伙子,你真行吗? 我平时都没闻过。 今天你算是第一个。 京中暴国。 别怕成了。 狼烟起。 江山北范。 闻北范草。 京中暴国。 有些错误。 行吧。 行吧。 我是一个大傻瓜。 别乱会儿啊。 京中暴国。 杠。 胡红钢。 我就是一个这么严谨的人。 其实也是一种追求。 就好这个。 也是一种爱好。 过去的有文化的人讲就是七代雅。 那七代雅好。 秦其书画诗酒花。 这七样。 但是现在所谓的七种雅好也是范子。 对了。 你就不分爱好多种多样。 好什么都行。 年轻人在爱好。 老年人在爱好。 你包括光鼻。 串锅。 两块两块。 小宠物。 小动物。 这都属于爱好的一种。 你包括两个宠物。 两个动物。 我这个大伙子提一个人。 朱老师的奉行。 我爸爸。 哎呦,晋老爷子。 那老爷子来说是特别的了不起。 我爸爸。 我姓朱。 我爸爸姓金。 不是吗? 不是。 我姓朱。 他也得姓朱啊。 不能啊。 没有那么巧的事。 这叫巧啊。 就得姓朱。 不能姓金啊。 对啊。 我这儿姓朱。 对啊。 朱建峰。 对啊。 我爸。 我爸。 朱建了个峰。 朱老爷子。 朱老爷子。 两个小动物。 他喜欢羊动物。 雷类的呢。 是鸟类。 对了。 家里起来羊鸟。 家里各式名鸟、好鸟。 基本上啊。 买齐了。 家里的白马子。 昨天他们家也不小了。 老爷子去三居室。 三居。 三居呢。 就一张床。 哎。 剩下的地方全是鸟笼子。 你想想。 我爸爸都快住公园去了。 就喜欢这个爱鸟长度。 哎。 家里各式各样白马子。 哎呀。 街里街坊给他爸比外号。 什么外号。 鸟人。 没有。 鸟鸟大王。 这行鸟鸟爱鸟之人吗。 对。 哎。 喜欢。 但也有自己小遗憾。 什么遗憾。 没有那个会说话。 人工智能电磁鸟。 你要能跟我聊,他就聊两句。 不能聊,出门又转门, 说我喇嘛这五斤塔玛等你。 哦。 那个喇嘛要把五斤塔玛卖给我。 就是让你滚。 哦。 说话还是这么粗糙。 哈哈哈哈。 对,没有那个。 央母。 央母会说话。 对了。 哦。 但是央母,咱们国内来说, 品种没有特别好的。 太对了。 要是买那个好品种啊。 嗯。 国外。 上哪儿啊。 得买那种。 巴西那边。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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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比七西多一西的巴西。 比九西少一西的巴西。 是那个吗? 去那个巴西。 巴西哪儿啊。 巴西哪儿啊。 巴西是国家啊。 就那边。 哦,就那边。 巴西那边出英雾。 你站这儿来啊。 巴西买什么呀? 金刚英雾。 是金刚和英雾配出来的。 金刚英雾。 是什么? 那你叫金刚狼呢? 金刚和狼。 那我拼出来啊。 金刚什么叫金刚英雾啊? 品种。 品种就叫金刚。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就叫金刚。 因为这个英雾比较大。 对呀,大了。 有多大呢? 大也大不到金刚那个程度。 没有金刚大。 对。 对。 金刚是金刚。 金刚是金刚。 其实不是金刚。 是金刚英雾。 金刚英雾。 国外买这个好的品种。 大家可以笑容。 杜老师有一位演出演去巴西。 我上巴西说相声去。 玩去啦。 我上巴西玩去。 我在巴西我不得吃个巴西嘛。 我现在就想好好说。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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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收敛一个。 用狗狗鱼的放肆。 我舅舅撒子你说你。 哈西, 买了一只金刚英雾。 金刚英雾。 三十万。 三十万。 说实在话呀。 哪这么多钱呢。 没有钱呀。 朱老师把这个肾卖了。 哎。 买这鹦鹉。 我把肾还卖巴西了。 一般来说他就买这个手机。 肾五、肾六、肾叉。 人家。肾鸟。 我多有正事。 哎呀, 这边不是刀口, 帮着鹦鹉。 找他跑去了。 小爷子。 看看这个吧。 这儿。 从博外给你买回来的。 多棒。 别过来看个台医啊。 喜欢哪, 就喜欢这个东西。 喜欢吧,太好了啊。 以后这都当孙子养啊。 哎呀,帮着吧。 我爷爷越看越喜欢。 都说这个鹦鹉不能聊天说话。 对。 聊两句吧。 对了两句话, 不聊了。 怎么不聊了。 交流不到一块儿。 说不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鹦鹉啊, 巴西买回来的。 说一嘴巴西话, 他过去天津人。 我说的是天津话。 哎。 无法交流。 因为巴西人不说天津话。 他也不是说巴西话的。 所以他交流不到一块儿去。 没关系。 怎么?巴西教。 因为都说这个鹦鹉学舍全体要坏。 所以鹦鹉要教我爸爸巴西话呢。 他也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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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叫鹦鹉。 你说我叫不是咋子。 叫这鹦鹉, 在家里也不出了。 不出去了。 就叫这鹦鹉, 在家里叫个鲨鱼。 这鹦鹉可能也是笨点。 怎么着啊? 鲨鱼过来就会两字。 那两字? 谁呀? 太愚蠢了。 单说这两字也是没什么意思。 这鹦鹉就一辈好。 他就这两字, 学的是唯妙唯小。 特别像。 你说出来跟他爸不是一模一样。 哪样这样? 学的也一嘴鲜鲜鲜话。 谁呀? 这俩都说出来是这样的。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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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这样的? 我爸说话怎么积聊积聊这个。 解释一下啊。 年过去他过去来说呀, 在宫里边待着。 哎呀, 哎呀, 是太简良。 什么话呢? 你爸在宫里待过, 我心里多难过呀。 什么叫在宫里边待过呀? 少年宫。 少年, 那就在宫里边待过。 那就在上里边待过。 不能。 简称嘛, 少年宫宫里边待过。 在宫里边待过。 你爸敢上朝代了。 没敢上的。 你爸当太监。 没有。 你爸当太监, 你怎么现在心这么大, 还说下人啊? 没有啊。 对吗? 你现在身世就是个迷啊? 别迷了。 你又来这, 哎呀, 你这贼里, 他就说我咄咄逼人的那个样子。 你这餐家里的爸爸去哪儿了, 对吧? 哈哈哈哈。 来。 说说他。 谁呀? 给他爸气坏了。 气坏了。 三月没出货。 老年人爷我爱好啊, 他父亲平时除了养不养他要什么呀? 就是六早六晚。 哦。 老年都喜欢这样断练身体吗? 比如说公园啊, 河边啊, 陪老太太耍个剑什么的。 我爸我带什么剑? 上公园耍剑去。 不是, 你也说了。 不是到公园耍博宝, 饭剑, 不是那个。 到公园和老太太宝剑。 那也不行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到公园啊, 断练身体。 上公园五剑去了。 对对对, 刚才老太太盯练身体你来过吗? 哎。 老太太。 我为什么? 玩。 哎,盯练。 就因为这鹦鹉撒月没出屋。 太废话了。 他把屁坏了。 哎。 不叫了。 不叫他了。 老太太玩儿玩儿去吧。 自己走了。 给这鹦鹉自己放家, 又过了那么两个多星期。 坏。 这一呼的鸟, 鸟是不少。 没有一只鸟能跟鹦鹉交流。 他天天凑着那些鸟。 鸟。 鸟。 这半个月过来, 这鹦鹉疯了。 一。 变态。 变态到什么程度? 把家里这些鸣鸟好鸟都弄死了。 祸害了。 鸟笼子都弄坏了。 扔了舌头。 那对了。 咱们办呢? 想个主意, 搞个事儿买一狗笼子。 干嘛呀? 装这只鸟笼。 狗笼子装鸟, 结实。 对了,也别在家说, 放着。 六早的时候带他一块去。 放好分。 哎,保皮的, 拨拨花见见人, 就好了他。 早晨围着八九点钟啊, 爹这个狗笼子装着鸟笼啊, 就搬了公园了。 出发了。 打了公园, 好多人也都认识他父亲了。 都了解他。 有这么一位张大爷就过来了。 阿猪啊, 这是什么呀? 这不认识? 这个鸟吧! 这是什么鸟我知道。 还吃鸟鸟呢? 问题那鸟鸟, 哪那个竹子的, 木头的发辣个笼子。 你这怎么拿口子的笼子上嘛? 放了! 变开! 你们俩好鸟到弄去了! 姓村个? 冠冠。 好万一啊, 您家这么多鸟了, 没有一只打得了他呀。 你要这么说, 您真是好。 你不太相信, 我说实在话。 你要这么说, 我们家有一只斗鸡 要不话我来 在你这间我能PK一下 行吗 那鸡在哪呢 在家呢在哪呢 你见过六鸡的呀 你抱去 哎 你抱去 人一听赶紧回去吧 没一会儿 珍抱一只斗鸡过来了 怎么着 这怎么比划呀 他把他一只这笼子 你别废话 过来 过来 葛龙子里 花姐姐爸 赶紧把斗鸡放进去 关好黑骨衣包 时间不长了 大概打了也就这么十多分钟 黑骨撩开带的米盘 怎么着 斗鸡死了 给斗鸡弄死了 谁都没有想到 这谁想得到啊 他爸也高兴 别吓一跳啊 挺兴奋 看这帮人 哎 哎 完了吧 我不告诉你了吗 他疯了 变态 哎 完了吗 完了吗 死了吗 我给 吹 吹 让大家气 抱着豆鸡回家熬鸡汤 哎呀 可吃了 他走了 陌路的人群呐 围观的人也挺多的 有这么一个王大爷 抱着一只猫 刚从这个宠物医院 给猫看完腿回来 宠物医院 宠物医院 都打这走 没这么多人 说凑个热闹吧 嗯 刚往那一阵 一眼让他爸看见了 哎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猫说热闹了 今天弄这猫来又掐了 王大爷抱着猫左 看着右瞧 就我一个猫猫的呀 躺着也中枪呢 知道我干麻痹了吗 给猫猫看腿去了 我们家猫腿折了 这是怎么折的吗 前两天跟那个大猫掐架 到我死了 这点神经病都在我们小区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比划比划呀 他爸你兴奋意识的笼子 你别配划 扑你 扑你扑笼子嘞 挖下去吧 把猫放进去 换好黑骨一蒙 二十多分钟 黑骨撩开再等一看 猫俩眼瞎了 把猫咪的眼睛都弄瞎了 哎呀 他爸都美的 哎 哎 我都打了你了吗 他疯了 变态 忘了吗 忘了吗 下了吗 我给 吹 爸爸是没谈了 我怎么还记得 也抱什么 看完腿 没能看眼睛 这么可爱的小花 人是越聚越多 他把人是越来越兴奋 看着那帮人开始在那胡说八道 哎 哎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不说乱了 今天到这一样来都恰了 我爸爸有点吹牛了 吹牛了 其实他妈妈过于兴奋 也是随口这么一说 你瞎说八道 说实在话 公园来说呀 只有六狗的 六鸟的 对吧 六猫的 六猫都很少 这太少了 就是六狗的居多 那是六猫的 咱不能说没多 基本上城市里看不到 对吧 他这话说他这话 刚说完就见人群当空闪出这么一个男的 年龄了 三十出头 光着把他胳膊上架着一支腰 走到他半分前拿手一致 他骂了 我等你半天 我琢磨你也该说的 我像个妈呀 他比喉比喉 他不说是踏风 你别碰了 别说踏的 你可你们俩 羊坡 混沫混沫 隔一块卡不过的你信吗 真碰的 因为他爸比他害怕 也没想到真碰的 赶紧客气了 两句 别害怕 别害怕 过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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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这会是寒死 不然气 赶紧点 这羊关进去黑骨一盲 这咱家似乎打了一个多钟头 黑骨两肺 这也没看 怎么着 羊死了 这鹰都弄死了 那羊肚也没了 好 浑身上下一根羽毛都没了 毛不没了 哎呦 就这时羊肚站起来说就还太疼了 说什么了 那老娘不通过 还真老不过 不是